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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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入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小春老师 現在時間是12月3號早上的9點45分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早盤先壓低啦 不過今天壓低的幅度不是非常的大 目前是跌了24點 那剛剛最低跌49點 如果我們從今天整個盤面的變化裡面來看 目前賣壓是負的67萬張 看起來這個盤它是有賣壓 但問題是 今天的成交量它反而是出現一個萎縮的情況 所以我認為說 台北股市在這個時間點 它準備要去攻14000點 那這個要攻擊之前 難免會有一些些震盪 尤其台北股市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量價並沒有失控 所以我覺得台北股市如果說以最近的盤式裡面來看 依照我們之前的說法 它是比較偏一個區間震盪的盤局 目前來看並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我倒認為說 這個時間點請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台北股市在走區間的時候 最主要都還是以個股表現為主 這個時間你只要先去掌握到好的股票 我想盤式的震盪都是在所難免的 那但是個股要怎麼去選 這波我們在整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所選的股票 你可以發現到到今天為止都還在履創波段新高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從之前信倉店已經標了25% 那金像店是標了4成 像是8028的升陽半 那麼在前兩天是標 創高之後是24% 可是今天8028的升陽半 你可以看到今天整個股價 結果又再創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所以當初我們在這個低檔的位置區 建議你去做買進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是幫你去賺一個波段的獲利 那尤其這些個股已經標了快三成 那另外一檔個股 比方說是3511的細碼 當初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他是做一個全台灣唯一做防水耳機的連接器 那這檔個股之前也標了快三成 那今天整個3511的細碼 在盤中 同樣的也是在創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那除了這幾檔之外 像是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的全新 2455的全新 昨天漲停板之後標了18% 今天2455的全新也讓你看到 在今天也在創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所以之前我們的持股都不多 我們都是穩穩當當幫各位去做 集中火力波段的操作 到現在為止你都會看到 整個成績都還算不錯 都已經標出波段 但是這是在整個11月份的一個操作 重點是12月份的操作該怎麼做 那尤其怎麼樣去掌握 像這些個股當初在低檔的位置區 能夠走波段的一些股票 那其實我們今天幫新會員 買進了一檔個股 我們今天早盤就買這一檔 那這檔股票 今天也攻上漲停 注意看 今天早上在9點11分 我們建議我們的會員 去買4979的華星光 289附近去買進 那這檔個股 它是屬於做光學跟5G有關的 今天早盤買進之後 今天已經攻上漲停板 整個股價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進場去做買進的 所以像這一類型 在整個低檔的位置區 而且又有產業面的支撐 那這些個股都是從低檔才剛要上去的股票 所以我們會在低檔的位置區 建議你去做買進 因為最近的盤真的是漲一大段 漲多會有些震盪 但是目前震盪來看 它整個量價關係 都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變化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依照 以個股的角度裡面去做切入 所以除了像我們之前11月份 相關的一些個股全部都在創新高走波段之外 12月份新的股票 今天買進4979的華星光 今天也攻上了漲停板 那這就是我們的操作 那我們建議各位 像這一類型在低檔準備要走攻擊的股票 還有 但是你要及早先掌握低檔 否則到時候會來不及 到時候有些好多股票就會衝上去 一衝上去你就來不及進場去做買進了 那後面的個股我們在 1點鐘的盤中 我們再跟大家去做說明 那因為現在盤中比較忙一點 所以我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現在還沒有辦法去掌握到對的股票 也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建議你了 這個體驗價我們有名額限制的 名額額買我們就要結束了 所以你要趕快把握住這個優惠的方案 那依照我們目前所期指 或者是股票所操作的成績來看 表現都還不錯 那尤其今天 剛買的華新光也供上漲停 所以呢 體驗價絕對物超所值 絕對符合你的意思 那也歡迎你打電話來電做詢問 把握下一檔準備要攻擊的股票 那我們到1點鐘的時候再跟他做詳細的分析 今天就先稍微講解到這裡 1點見 掰掰 1點鐘 1點鐘 1點鐘